陷阱里的狼 有一天,一只狼好久没吃东西了,它就出门去找吃的,可是一不小心掉进了猎人蛙的陷阱里。 那个陷阱太深了,它又爬又跳,想尽了各种办法,就是出不来。 这时,一只老山羊从旁边经过,它急忙喊道,救命啊,救命啊,亲爱的朋友,求求你救救我吧。 老羊往陷阱里看了看,黑乎乎的,看不清是谁。 你是谁啊,怎么会在陷阱里?老羊疑惑地问狼。 狼装出可怜兮兮的样子,我是一只狗,我出来找吃的,不小心掉到陷阱里去了。 说完,狼还假装哭了起来,可是老羊怀疑道, 如果你是狗,那为什么你的眼神闪着跟狼一样凶狠的光呢? 狡猾的狼一听,马上把眼睛眯起来,哀求地说。 请你相信我,我真是一只狗,只不过是一只狼狗,求你快点救我出去吧。 老羊摇摇头,还是有点不相信。 要不,你叫几声听听,这样一来,我才能确定你是不是一只狗。 聪明的老羊说,可是狼怎么能叫呢? 一出声就会暴露他的身份。 于是,他继续撒谎说。 我真的是一只狗,你看,我还会咬尾巴呢。 说完,狼就使劲咬自己的大尾巴,陷阱里的泥土被扫得到处飞。 老羊赶紧往后退了几步,有点害怕地说。 你的尾巴怎么那么硬? 力气怎么那么大? 你肯定是一只狼。 几次三番,看到老羊都没有上当,狼已经失去了信心。 他张开大嘴,露出锋利的牙齿,恶狠狠地大喊道。 你这只不知好歹的老羊,赶快把我救出去,不然我就吃掉你。 看到狼露出本来面目,之前还有点胆怯的老羊,反而大笑起来。 哼,你这凶残的恶狼,不会有谁来救你出去的。 你就等着猎人来收拾你吧,好自为之。